古人是讲的日月五星 加一起叫七耀 因为肉眼只能看待这些会动的星星 太阳月亮实际上也本来是星星 那就是这几个连在一起的时候 就叫七耀同工 或者叫除去太阳月亮 太阴太阳之外 那就是五星连珠 是以我们肉眼可见的 这个为准 那历史上 每逢这个时候 都会出现大事件 那比如说 五星 在景 处败汉强 就是刘邦相遇打架的时候 那五星聚齐呢 诸侯 诸若 齐强 就是 春秋五霸的时候 齐换工 第一个也是真正的霸主 都是大事件 你还比如说 你还比如说 那居在房秀的时候 那就是 阴衰 周抢 周昌 那 居到尾呢 就是暗时之乱 反正 这些都是大的历史事件时期 而美风这个大的呢 大概就需要 六十年 那小的呢 实际上也聚在一起了 但是它那个角度比较大 那现在科学证明 大概这个 偏较为六十度的时候 那个时候 认为它五颗星星都能看到 因为整个天空是一百八十度 那六十度 说实在的太大了 所以说这是小的周期 而我们传统意义上认为 它聚哪儿聚哪儿 指的是聚在天空的 某一个星宿 一个范围 那最大的星宿是锦宿 五过也就是三十三度 那你再超过就没有意思了 那就不叫聚了 那你太小 那种概率又更小 那就是更大的周期 反正都是这个 二十的倍数 就是了 那更大 大到多少呢 就是说 这个一百八十年 然后呢 叫一正元嘛 那三个正元 叫一大元 就叫大三元 那就五百四十年 那他 也不可能说一丝一毫不差 如果说 一度 零点零零零零一度都不差 那五颗星星都在一起 那等于我们肉眼看上去 还是一颗星吧 其实也没必要那么 纠结 中国人从来都是讲 一个使用 一个 差不多就好了 都是这样 那 这个他就产生特殊的磁场 能量 现在 学 都这么讲 那在五百四十年 还是在哪一个周期呢 就好像是 因为那篇文章 现在在网络都不让传 应该是 正 应该是正 那正 三正星 就是陆宫里面 第三个星星 在洛书里面 这个 叫陆存星 就代表着财富 人们向 向往这些 也代表着争端 争斗 争执 争送 你看我们近来的五百四十年 是不是这么一个大趋势 零四年到二十年 这二十年 那小鱼 代表土 房地产 大家都知道了 这是他星期 那 八四 就是改革开放到零四 那这个时候 就机械 矿产 这些 或银行 你说现在银行 土生金 它也能生 但是没有那个时候更专一 同时对方又代表少女 你看这时候明星是不是伶俐 那个时候经典到现在还是 只停留在那个 我们下节课 着重说一下 这个火 下一个二十年